同学们好,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第七章 投资性房地产 还是先说考庆分析 这一章的内容是投资性房地产确认计量和记录 分数五分左右 属于比较重要章节 它仍然也是属于基础性的章节 那前面也多次的说过 后面很多章节的内容与它是相关的 近三年主要的考点 一个是处置投资性房地产影响利润总额的计算 第二资产分类或转换的会计处理 第三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 那这是在14年综合体里面设计的 我们应该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个是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 第二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变更的会计处理 就是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 有成本模式 有公元价值模式 而变更如何来进行处理 接下来呢 是投资性房地产转换的会计处理 非投资性房地产与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这一张内容可以和债务重组非货名资产交换 资产减值所得税差错 合并报表等一些内容结合出题的 如果跟所得税结合实际上是比较难的一些题目了 16年的教材基本没有变化 投资性房地产这一张 一共是有四节内容 第一节投资性房地产的特征与范围 那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它的范围 第二节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第三节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你看对于资产还是初始后续 然后说期末 但是后续计量有时可能也是涉及到一些期末计量的问题 第四节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和处置 我们先看第一节投资性房地产的特征与范围 在这一节里面会介绍两个大的问题 一个是投资性房地产的定义及特征 那说的是什么是投资性房地产 第二个问题是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 考试是可以在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里面出客观题的 那第一个大的问题 投资性房地产的定义及特征 看怎么说的 投资性房地产 那有房产有地产 是指为赚取租金 那就有出租的行为 才能赚取租金 我们会看到就是把房产出租 或者把地产出租 或者资本增值 资本增值 你得持有它 用它进行增值 那后面我们在范围里面也会看到 比如持有已被增值的土地使用权 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 当然要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一定是能够单独的出售 或者计量 第二个问题 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 投资性房地产涉及有这么三块 一个是以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第二个持有并准备增值后 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第三个是以出租的建筑物 这三项呢 有两个是出租 就是以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以出租的建筑物 有一项是持有已被增值 这说的很明确 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但是说你持有并准备增值后 转让的房产 这个不是 以出租的别管是土地 还是房产或者建筑物 我们现在要求是拥有产权的 如果是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 再转租给别人 不算数 那下面我们看具体注意的问题 在以出租土地使用权里面 说企业计划用于出租 但尚未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那不处于此类 我还没有真正实施出租 你计划出租不算数 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 再转租给其他单位的房地产 也不属于投资性房地产 这也不算数 就是不拥有产权 不算 在持有并准备增值后 转让土地使用权 这个项里面 注意的问题是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认定的闲置土地 不属于投资性房地产 那上个世纪 国土资源部曾经认定 哪些是闲置土地 那这个不属于投资性房地产 以出租建筑这一项 我们要注意的问题是 一个就说 一定是拥有产权才可以 如果说拥有产权 以经营租赁方式出租 那这个行 你是拥有产权可以 没有拥有产权的 不算 然后下面企业 持有已被经营出租的 空置建筑物 或者再建建筑物 那只要是管理当局 做出决议了 书面决议 就表明把它要用于出租 短期内不会改变它的意图 这种情况说 即使没有签订租赁协议 也把它认为是投资性房地产 因为有些情况可能会出现空置建筑物 也不干别的就想出租 那现在还没有出租 但是我们管理当局决定了 以后就是要出租的 短期内不会改变意图 那就是投资性房地产 再建建筑物 在我们书上写的时候 可会看到 这是或再建建筑物 这实际上是后加上的 原来没有 那段文字 大家在看的时候会注意到说 到最后又写 说因为没有完成 再建建筑物 不属于投资性房地产 因为原来说的 只有说 持有已被经营出租的空置建筑物 董事会做出决议了 不改变意图 是投资性房地产 那时候没有再建建筑物 后来一些情况发生改变 你比如说一个公司 在某一个地方 当时有一些烂尾楼 我们买下来了 这些楼干什么呢 就将来就要进行出租 那就是把它作为一项 投资性房地产 也没有问题 比如董事会做出决议了 也是投资性房地产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通知的建筑物 或者是再建建筑物 你只要董事会做出决议 要把它出租 短期之内不改变意图的 那就算做投资性房地产 这是这么几项 我们接着再往下看说 下列各项不属于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 前面谈到的一定是有出租行为 或者持有以备增值才算 第一个是自用房地产 你自己用的 那没有出租行为 或者不是持有以备增值的 那你像要是生产产品 的厂房 随人是房产 这不是出租的 是自用的 那不是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买的办公楼 比如说事务所买的办公楼 事务所的人员是 提供一些劳务的 那这个也不是投资性房地产 公司厂部的办公大楼 那是为经营管理持有的 那也不是投资性房地产 如果说企业租给本企业职工居住的房屋 职工宿舍 那你企业的固定资产 这也不是投资性房地产 你要是你企业拥有自经经营的旅馆饭店 那你还是自用 所以明确 不要建到房产 或者地产就一定是投资性房地产 那你比如说土地 我们可能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可能作为无形资产核算 还可能是存货 那下面看第二个作为存货的房地产 那实际上也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房地产开发企业买的土地是存货 那肯定不是投资性房地产 买完地之后在土地上开发 建的商品房 那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 房地产开发企业 购入土地 会计处理时就把它记住到开发成本 开发过程中发生相关支出 记住开发成本 房子建完了 由开发成本转到开发产品 所以别管说开发成本有余额 或者开发产品有余额 都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 然后某项房地产 如果说一部分赚取租金或者资本增值 那有一部分是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或基因管理 如果说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这一块能够单独确认计量的 就把它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你要不能单独进行计量的就不行 假如说有一栋办公大楼一共12层 底下的6层出租了 上边6层是我们办公用的 你底下的6层能够单独确认计量的 就把它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这个没有问题 下面看一个多选题 是与投资性房地产范围相关的 下列各项中属于投资性房地产的有 A 以出租的建筑物 这个没问题啊 那肯定要算数 以出租的建筑物 B 贷出租的建筑物 没说是空置建筑物不算啊 你空置建筑物董之卫做出决议可以 贷出租的不行 C 以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出租的行为 赚取租金的 是 D 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后 再转租的建筑物 这个不行 因为并不拥有产权 那不能算数 我们现在准则讲 属于投资性房地产的一定是自己拥有产权的 所以这题目 A和C正确 接下来看10年考试的一个多选题 那11年考试之前的多选题涉及五个选项 我们现在是四个选项了 下列各项关于土地使用权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就土地使用权作为什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点 A 为建造固定资产购入的土地使用权 确认为无形资产 你比如说要建房屋建筑 那形成自己固定资产 没说是建那个商品房的 现在房子是房子 地是地 你购入的土地使用权就要确认为无形资产的 B 房地产开发企业为开发商品房购入的土地使用权 确认为存货 这说的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所以房地产开发企业你要看好 购入的土地是干什么的 购入的土地建商品房以后出售的 那就是存货 那当然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入的土地 用于建自己用的办公大楼 那也是无形资产 所以这个是建商品房的是存货 没问题 再看C 用于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及其地上建筑物 一并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你要把一块地给出租了 那建筑物 那一般也都要跟着出租 就是整个这块地都是人家的了 你建筑物流行好像不合适 同样你要建筑物出租了 建筑物占用的地也要同时出租 那都应该把它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D 用于建造厂房的土地使用权 摊销金额 在厂房建造期间 进入再建工程成本 选项D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说 房子单独提 折旧土地单独摊销 如果说建造期间 把土地摊销金额 进入到房屋建筑成本了 那实际上这部分金额 后面又再提折旧了 跟那个说法实际上是不符的 何况 如果这样进行处理 你房子建造的时间长 它的价值就会提高 也不太符合逻辑 因为你摊销期间 摊销额也给它寄进来了 它不是说厂房 你建造过程中 发生合理必要的支出 所以寄进来是有问题的 但是 我们当年的选项 这个算对 那也就是说 以后考试再出现时 说是房屋建筑物建造期间 土地使用权 摊销满脑机 你就把它进入房屋建筑成本 工作过程中 你自己看着办 我觉得呢 正常寄管理费用 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有的一些题目 以前出过的 没有特别的一些情况下 再出现 你得按照他的一些想法去做 就是再考试出现 像这个选项也得算正确 再看 一 土地使用权 在地上建筑物达到预定科使用状态时 与地上建筑物一并确认为固定资产 这个不是 就明确了 现在房子是房子 地是地 那你土地呢 就应该确认为无形资产 在这题目 ABCD正确 看第二节 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这一节要介绍两个大的问题 一个是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第二个 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后续支出 先看第一个 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确认的对于资产都是这样来说 要满足两个条件 与这项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它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你看看前面不都这么说的吗 初始计量同样也说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你存会这样讲 固定资产也这么说 但是不同方式形成的资产 它初始计量的金额还是有差别的 投资性房地产也是如此 我们先看第一个 外购的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投资性房地产可能是外购 那也可能是资金 但是也可能是其他方式取得 什么算作外购的 就说只有在购入的同时 开始对外出租 或用于资本增值的 你才能算数 如果说购入一段时间了 当时自己用了 用了半年再出租 这个不叫外购投资性房地产 那它应该属于向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也就是说开始你作为固定资产 以后把它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而这是要明确的一个问题 初始成本的构成 那和前面所谈到的像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初始计量没什么本质差别 包括什么呀 购买价款 你取得哪项资产 这项资产本身的价款都要记入它的成本中 相关税费 还有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他支出 所以这就是关于它的初始计量 刚刚要谈到 你要购入房地产之后 用一段时间以后再出租 那这项资产再开始是应该确认为固定资产 如果是房产的话 如果是地 那就确认为无形资产 以后再把它出租时 会形成一种转换 就是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非投资性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再看第二个 自行建造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计量 那同样呢 要算作自行建造投资性房地产 就是这项房地产你建造的 达到育定可使用状态 或者达到可销售状态 直接转为投资性房地产的费算 和前面所说的一样 要是你建完了自用一段时间 那形成比如说固定资产 以后由固定资产 再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了 那自行建造的 也是达到育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发生必要的支出 那这些呢 什么像土地开发费啊 建筑成本啊 安装成本啊 应于资本化的借款费应吗 那都算数 但是你在建造过程中 比如说着火了 发生了非常损失 实物资产 那么存货固定资产 再建工程 投资性房地产都是算 要是非常原因造成净损失 我们都应该把它寄入到 营业外支出的 我们自行建造过程中的核算 书上说写 借记投资性房地产 再建 带银行存款等 有这种情况 但实际上我们还有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像房地产开发企业 他也会有自行建造投资性房地产的问题 某一个房地产开发企业 建小区 百分之七十出售 百分之三十出租 以前很多年都这么做 赚老钱老多钱了 出租以后的房子翻倍 翻好几倍 有的多了五倍 他整个在建造小区过程中 都反映到开发成本 如果说以后明确的出售这一部分 由开发成本转到开发产品 要是出租这一部分 那就转到投资性房地产 所以可能会出现 借记投资性房地产 代方代计开发成本 那如果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我们一般企业 说建的这个办公大楼 我决定了不干别的 就是出租 或者建这个大楼 一共十二层 我实际下面六层出租 上面的是自己用 你可以建完之后 由再进工程 一部分转投资性房地产 一部分转公平资产 也就是说 可能会出现借投资性房地产 代方代计再进工程 那确实有这种情况的分路 有没有借投资性房地产 再建代银行存款 也可能 就是买来的烂尾楼 还没建完 我们已经把它再建建筑物吗 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的董事会决定 以后再发生支出 那就往前寄呗 投资性房地产再建 带银行存款 最后建完了 由投资性房地产再建 转到投资性房地产 比如说 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那就借记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如果成本模式计量 借投资性房地产 这个问题后面会输 这么个事情 接下来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的 确认和出资计量 这是一个转换的问题 比如原来是属于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或者原来房地产开发企业 属于存货 现在把它转换为 投资性房地产了 那到后面再续述 会单独的谈 转换这件事情 我们下面看一个单选题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 初始成本确定的题目 甲公司以1400万元 取得土地使用权 并自建三栋 同样设计的厂房 其中一栋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用于经营租赁 三栋厂房工程已经完工 全部成本合计是6000万 完工当日土地使用权 账面价值是1200万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租赁开始 该投资性房地产的 初始成本是多少 那实际上这里问的 投资性房地产的初始成本 取得土地使用权 建的是三栋同样设计的厂房 有移动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所以你应该是把 土地使用权 还有全部成本合在一块 除以三 按照平均分配 那172除以三 加上6000除以三 土地使用权 那一部分三分之一 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土地使用权 因为完工当日的账面价值172 你就用172除以三 我们建厂房的 那你6000除以三 这就是初始成本的确定 2400 能够进行区分的 第二个大的问题 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 后续支出 这个后续支出 是分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还有费用化的后续支出 固定资产也谈过这样的问题 怎么确定属于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固定资产当时怎么讲的 满足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 那就属于资本化的 同样的我们这里也说 满足投资性房地产确认条件的 那你把它资本化 接下来要说明了一个问题 说企业对某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改阔建 改阔建之后的 还是把它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那这种情况 在开发期间 要继续把它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而不是把它转到再建工程 固定资产部分大家想一想 如果对固定资产进行更新改造 我们要把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转入再建工程 它就不再是固定资产了 但这块不是 要是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改阔建 以后还是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不要转到再建工程 仍然还在投资性房地产里反应 用的明细科目叫投资性房地产再建 不是那个白白的再建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还是考虑到报表比较分析这些问题 事项 我们本来出租的 是投资性房地产 你去年在资产负债表日有投资性房地产 今年改阔建突然没了 跑再建工程上去了 明年又又蹦出来了 投资性房地产 这前后怎么比较 不合适 所以对投资性房地产 进行改阔建的处理比较特殊 跟固定资产改阔建的处理 不一样 还有一点要进行说明 在开发期间不计提折旧 或者摊销 这个跟固定资产那边是一样 你想固定资产 折旧范围里也谈到了 处于更新改造过程中的固定资产 不提折旧 同样如果说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模式 进行计量 本来呢 你要提折旧要摊销 但是说在更新改造期间 或者再开发期间 不提折旧 不谈销 我们具体看一下 会计分路 转为改阔建时的分路如下 那是分成本模式 公允价值模式 就是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两种模式 一种是成本模式 一种是公允价值模式 成本模式设置的会计科目 跟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那一块非常的类似 你想固定资产 核算的时候 设置的科目有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 简直准备 无形资产那一边 有无形资产 累计摊销 无形资产 简直准备 在这一块的设的成本模式 就是投资性房地产 你看像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 括号摊销 类似于累计折旧 或累计摊销 在考试时 如果说属于投资性房产 我们有时也直接写成 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 其实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 括号摊销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里说的是 投资性房地产 房产那是累计折旧 地产是累计摊销的 那写的时候呢 你写成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 括号摊销 作为一级科目 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是你看书 他有时房产 可能写出人的想 别的啰嗦了 干脆就投资性房地产 的一折就完了 你要真正谈一级科目 得把括号摊销 给他加进来 才合适 这样的才跟 我们对应的 投资性房地产 能对上 然后那边有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你看这边有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我们的做法是 成本模式计量 你要转为改阔建 就把这时刻的账面价值 都转到投资性房地产 再建 而不要把它转到 再建工程 原因我已经说过了 这也是注意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看 在这一块转换时 不会影响到报表上 投资性房地产裂报数 接下来说 公允价值模式下的转换 公允价值模式 投资性房地产设的科目 一个是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就是反映 开始形成投资性房地产时的成本 后续计量 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就是到期末 公允价值是多少 我们就要调到多少 那这一块呢 会反映到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 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 可能借房 也可能是贷房 那也是体现它的账面价值 转到投资性房地产 再建 等最后把改扩建结束了 那投资性房地产 再建的基额 你再转回到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如果是公允价值模式 或者是直接转到 投资性房地产 那就是成本模式 一起看教材的例一 20毛8年3月 假企业与一企业的一项 厂房经营租赁合同 即将到期 该厂房按照成本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 原价为2000万元 以具体折旧600万 为了提高厂房的租金收入 假企业决定在租赁期满后 对厂房进行改扩建 并与丙企业签订了经营租赁合同 约定次改扩建 完工时将厂房出租给丙企业 所以你看到 原来是投资性房地产 改扩建之后 仍然还是把它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 3月15日 与一企业的租赁合同到期 厂房随即进入改扩建工程 12月10日 厂房改扩建工程完工 共发生支出150万 即日按照租赁合同出租给丙企业 然后假设假企业采用是成本计量模式 快计处理成本计量模式 改扩建时 首先要把它的原价 以提的折旧 如果有减值准备也是一样的 都把它给冲掉 转到投资性房地产 再见 那改扩建过程中发生的支出 也要进入到投资性房地产 再建里面去 改扩建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由投资性房地产再建 再转到投资性房地产科目 具体来看 在3月15日 投资性房地产转入改扩建 那借方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我说了你这里面写成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括号摊销 没毛病 那书上直接写累计折旧了 累计折旧 那这里面还不如直接带投资性房产的 连地就给它去掉了 那不要我们还写投资性房地产 带投资性房地产原价 2000万 那借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冲掉它呗 提折旧时是带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快要摊销 所以就是把它的账面价值 转到了投资性房地产 再借 1400万 208年3月15日至12月10号 改扩建期间写了一笔 合在一块的翻录 假定这150万用银行存款支付的 当然作为考试要真出这样的题目 用什么进行支付的会说的很清楚 我们的处理借投资性房地产 再借 贷银行存款 150万 改扩建工程完工了 到208年12月10号 那你应该把投资性房地产再借 全部的金额转到投资性房地产里面 我们会看到了原来转进来的是1400万 发生的支出是150万 所以是1550万 好 看一下 例二 例二是公允价值模式 如何来处理 208年3月 假企业与一企业的一项厂房经营租赁合同即将到期 为了提高厂房的租金收入 假企业决定在租赁期满后对厂房进行改扩建 并与丙企业签订了金额租赁合同 约定次改扩建完工时将厂房出租给丙企业 这跟前面说的是一样的 就原来是投资性房地产 进行改扩建 改扩建之后仍然还是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3月15日 与一企业的租赁合同到期 厂房随即进入改扩建工程 11月10号 厂房改扩建工程完工 共发生支出150万 既日起按照租赁合同出租给丙企业 3月15日 厂房账面余额是1200万 其中成本1000万 累积的公允价值变动200万 那也就是改扩建时原来的账面价值 假设假企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来计量 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在核算时设置的科目 是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这里说的原来有1000万 然后有公允价值变动200万 那显然原来公允价值变动是上升的 比最开始成本高 所以形成厂房的账面余额是1200万 我们在进行处理时 改扩建时先要将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模式进行计量时 其实也就他的账面余额了 因为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啊 不会提前这准备 这我到后面再说 那就把这172转到投资性房地产再建 把发生的支出150万 也转到投资性房地产再建 改空间工程完工之后 再把1350万就1200加150 转回到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我们看具体的账目处理 3月15日转到投资性房地产再建的分路 借投资性房地产再建1200万 然后要把原来的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公允价值变动给冲了 带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1000 公允价值变动200万 就是公允价值模式核算时 投资性房地产的科目设置是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公允价值变动 20卯8年3月15日 到11月10号 一共发生改革建支出150万 那借投资性房地产 再建代银行存款150万 20卯8年 11月10号改革建工程完工 这是11月10号 改革建工程完工 我们再把投资性房地产再建 现在加起来金额是1350万 那转到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因此有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代投资性房地产再建1350万 这是关于投资性房地产的改革建 有改革建之后仍然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那第二个是费用化的后续支出 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后续支出 不满足投资性房地产确认条件的 发生时记住当期损益 对于投资性房地产出租取得的收入 是反映到其他业务收入 就即使把投资性房地产出售了 仍然算日常活动 收入也是反映到其他业务收入 因此涉及费用化支出时 说计当期损益 那我们把它记住其他业务成本 那这节课呢给大家介绍的 一个你要掌握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 就是给定的事项 哪些是投资性房地产 哪些不是 要特别注意 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 再转租给别人的不算数 对于空置建筑物 再建建筑物 只要董事会或类似机构做出决议 把它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短期之内不会改变意图 那就是投资性房地产 这是关于范围 然后在投资性房地产出使计量这一部分 其实你主要就是关注原来投资性房地产 后面进行改扩建 最后还是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理过程 就可以了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表明